我们接下来也看跟台湾一样 正在大流行的南韩 南韩这个星期是正式解封 但是Omicron的重组病毒株出现 让南韩现在的解封社会增添变数 南韩已经发现的变种病毒株 包括XL、XE还有XM也浮现了 南韩的医学专家认为 大流行可能会在今年秋冬卷土重来 南韩染疫的人口超过全韩 已经超过32% 新冠的后遗病例也非常的明显 大数据分析发现新冠后遗症 发生率将近40% 长期的症状包括掉发 体力下降、嗅觉失常 一天动辙千人裁剪 九个月以来始终守在抗疫最前线的 首尔广场大型检疫站 即将走入历史 工作人员忙着拆除零食杖 重新铺上草皮 将广场恢复成疫情爆发前的模样 南韩18号宣布解除社交距离限制 正式和疫情共存 过去一个星期单日平均新增10.7万例 感染再生指数维持0.78 没有超过1 所有指标都显示 Omicron大流行已经受到稳定管控 南韩防疫当局宣布 5月初可能解除室外口罩令 而若是疫情持续趋缓 最快5月底 确诊者不再需要隔离 但这一系列解封措施 却引发新政府强烈反弹 准总统以西岳交接团队认为 文在寅政府解封操职过急 在5月9号新旧政权交接前夕 双方针对接下来的防疫走向 又展开新一轮舌战 南韩专家也持续提出呼吁 结封不到一个星期 南韩欧孔重组病毒株 就已经连环保 除了XL还出现两例XE 以及一例XM病例 变种病毒被视为当前最大变数 南韩学术团队推测 疫情很可能会在今年秋冬 卷土重来 南韩教育厅规划三阶段 复长计划 各级学校确定在5月份 全面到校上课 不仅将恢复行动课堂 同时也将重启校外教学 不过长达两年的时间 没能好好上课 学生们除了出现学习漏洞 社交能力也受到影响 根据南韩统计厅数据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南韩孩童基础学科成绩 为达标准的比例增加 还有近七成学生出现心理不安 自信心低落 与同侪相处困难的状况 南韩中央亡羊补牢 积极筹备补课资源 也计划提供心理资商 目前南韩总确诊规模 突破1667万 超过32%的人口曾经染疫 当中出现新冠后遗症的病例 越来越多 南韩医学团队透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南韩新冠病患发生后遗症的几率 为39.9% 是流感后遗症发生率的1.09倍 常见新冠后遗症包含嗅觉失常 吊法头痛体力下降等状况 大多都在染疫后三个月 症状最为明显 南韩医院陆续开设新冠复健门诊 鼓励民众勇敢回诊追踪 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